在长达四个多月的民主运动中 香港警察滥用武力放任黑社会等问题愈演愈烈 甚至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 曾在国际社会享有声誉的港警 也开始被港人代称为黑警 越来越多信息显示 中共是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 香港媒体852邮报 最新引述消息说 盛传中共已经向全体香港警察 包括中下层大派定心丸 一是警察执法师有什么风吹草动 一定会帮他们打官司 二是每人最少有50万安家费 三是他们即使离任 中资机构也会聘请他们 一定有后路 让他们放胆对付示威者 这篇报道说 虽然消息未能证实 但目前中共维稳费甚至超过军费 显然北京在对付自己人方面 比对付外部敌人更加不惜血本 因此很多人对上述消息会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许诺出路其实是中共在香港警队 行之今年的拉拢手段 例如前香港警队一哥 警务处处长邓敬成在2011年退休 不仅在2013年成为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而且担任香港航空董事会副董事 香港航空当时的大股东 是清江泽民派系的海航集团 在这次香港反送中运动中 邓敬成多次接受中共官媒采访 呼吁港人支持港警 另一个香港警队一哥 警务处处长曾伟雄 曾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 下令向示威者释放87次催泪弹 被习近平赞扬平息战中有功 他不仅在退休后进入中共全国政协 而且是中共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 前香港总警司 在雨伞运动中一手打造镇压主力 速龙小队的欧阳赵刚 2016年退休 尚未度过最少两年的冷和期 就于2017年3月 进入内地的中资机构中霸集团 除上述收买港警的消息之外 从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 关于中共利用地下党掌控香港警权 派内地公安武警 甚至国安系统成员 参与香港警队当中暴力镇压港民 等等消息陆续被曝光 英国媒体评论说 香港警察曾因其公正 廉洁 为民服务的形象深入人心 被誉为亚洲最具专业最精良的纪律部队 而现在他们的代名是黑警 也有观察人士警告说 贪恋利益的香港警队高层 要小心重蹈孟宏伟的负责 从正部级高官一夜沦为阶下囚 以上新闻由欧洲希望直升记者郑平报道